從今天開始 那整個寒流的強度會開始逐漸的減弱 不過在清晨的低溫都還是比較偏低 那各地的低溫大致上都是在十到十三十五左右 那以今天的一個最低溫來講的話 那是如果說是以人工測量的話 是在淡水是只有九點八度 那另外如果說是自動測量的話 是在新北的雙溪以及桃園的差改場 大概只有八點五度這樣子的低溫 那我們預計雖然說在寒流 是逐漸減弱的一個過程 不過其實在後面一直到四號 來講的話 由於有一些輻射冷卻中的 所以到時候在西半部的地區來講的話 可能還是會有十度左右的低溫 那特別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前的 這段期間可能還是會有十度的一個 低溫的發生的一個行星 那至於降雨的部分來講的話 在四號以前 冷氣寒流是逐漸減弱的一個過程 然後主要的雨區都還是集中在大臺北 跟東半部地區 那其中在二號來講的話 在東北部尤其在宜蘭跟東北角這一帶 可能會有一些局部較大雨勢發生的機率 那請這些地方朋友要多加留意這個 一個天氣上的一個變化 那至於其他地方來講的話 則還是維持多雲倒勤的天氣 那下一波的一個東北激風增強的時間 也預計是落在五號的一個時候 然後一直影響到六號 那這段期間來講的話 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都還是會有些局部降雨的機會 那其他地區則是多雲倒勤 那在七號的時候呢 有一股更強的冷空氣會南下 那這一波預計可能會來到 大陸冷氣團的一個等級 那所以到時候在天氣上來講 也會逐漸轉的一個趨勢喔 中立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